最近新添了两棵桂花树 还没来得及栽 是四季桂 其中一棵来的时候还带了几个小花 就是这个 很小的 但是很香 因为打算添置桂花树 所以就上网稍微查了一下桂花树 品种很多 最常见的是金桂 银桂 单桂 四季桂 因为我买的是四季桂 所以就先来说一下四季桂 等会儿再说一下其他的品种 望闻生意 光从名字看四季桂 应该是四季都能开花的 它也确实花期很长 以秋季最多 其他季节确实是可以开 但是冬季如果比较冷的时候 其实它是不开花的 这就像月季 因为月月开才叫月季 但其实冬天比较冷的时候 月季也是不开花的 四季桂的花的颜色是乳白色的 初开的时候微微发黄 越开越白 与其他品种相比 它最大的差别就在于 它是常年开花 但是花的香味也相对的会淡一点 是四季长绿的灌木 也就是说它的植株 相比较来说会小一点 四季桂原产在地中海一带 在中国的江南地区也有大量的栽种 四季桂也不是一个品种 它还包括了好多品种 虽然都叫四季桂 但是从夜形花色等等还是有些区别的 当然它们也有共同的特点 四季开花 四季桂最喜欢温暖湿润阳光充足的地方 对土壤的要求是肥沃疏松 酸性土壤 排水要求得很好 四季桂是比较耐旱的 也很耐寒 它最适合的温度是20度到30度 但是冬季 像江南的冬天的那种冷 它也是可以忍受的 说到这儿 我选择四季桂的理由就出来了 四季开花 四季长绿 耐旱 耐一定的寒 灌木 不是很大 可以种在盆里 这就是我选择四季桂的原因 四季桂喜欢阳光 可以全日照 但是我要放置的位置半日照多一点 希望它可以 15度以下 四季桂就处于半休眠状态了 如果有在开花的话 花也会很少 3到5度 就不开花了 我家这里冬季 夜里的温度最冷大概10度左右 白天基本上都在15度以上 或许在我家 它真的可以四季开花呢 当然前提是我得养得够好 四季桂洗湿润 但是也不能过烙 就是水还是要健干健湿 不要挤水 四季桂也是洗肥的植物 肥充足的话 花会开的略大一些 颜色也好一些 最重要是香味会更浓一些 四季桂是桂花中的一个优良品种 因为它四季开花 四季飘香 四季可以栽培 可以修剪造型 所以也是做盆景的很好的材料 非常适合园林 道路 庭院等等 四季桂还可以吸收有害气体 所以可以净化空气 所以它是集绿化 美化 香化 净化为一体的一个 非常好的园林树种 当然它还有实用药用价值 四季桂的繁殖方式 可以是用种子种的食生苗 但是这个就会有些变异 不一定跟母猪一样 通常用的最多的就是 千叉 架接 高空压条 四季桂就说这么多 接下来再说 金桂 银桂 丹桂 这三种桂花 也都是四季长绿的 但是花期不是四季 只在秋季开花 阳历的大约九月十月 阴历八月 所以这类桂花又被称作八月桂 因为一年只开一季花 所以花香要比四季桂浓烈很多 跟四季桂这个称呼一样 金桂 银桂 丹桂 也不是仅仅只是一个品种 可以说是一个品种群 有一群的桂花树都叫做金桂 或者是银桂这样 它们的划分是按照花的颜色 如果花是金黄色的 就是金桂 花是白色的 就是银桂 花是橙红色的 就是丹桂 金桂一般是大桥木 高可以达到15米 整个树干甚至可以覆盖400平方米 银桂是桥木或者是灌木 这个要矮很多 两米左右 丹桂也是有桥木和灌木 通常高可以到3、5米 最高的也能到18米 金桂的适应性比较强 也比较耐阴 原产于中国的西南部 现在的栽培分布也很广 但是在江淮以北 以盆栽居多 江淮地区以及江淮以南 可以地栽 银桂也是主要生长在 长江流域以及以南的地区 银桂是桂花中花色最深的一类 原产于中国西南部 现在也是栽培得非常广泛 长江流域以及以南的地区可以地栽 以北就需要盆栽了 丹桂是喜欢温暖通风的环境 不是很耐寒 所以这也是我想了一下没有要丹桂的原因 当然丹桂只开一季花是另外一个没有要的原因 但是它的颜色确实还是吸引到了我 总体上来讲 不论是丹桂金桂银桂还是四季桂 都是喜欢温暖通风 有适当的光照 突然排水良好 偏酸性 并且突然很肥沃 相比较二眼四季桂可能更耐寒一些 也更喜欢阳光 需要更多的日照 在各种品种的桂花当中 虽然有些品种非常的高大 但是它们都可以盆栽 当然盆栽就不太容易长得特别高了 中国有十大传统名花 它们分别是梅花 牡丹 菊花 蓝花 月季 杜鹃 茶花 荷花 桂花 水仙花 所以桂花是中国传统十大名花之一 也因此中国对桂花的栽培非常的久远 根据文字记载就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理有提到 之后屈原的九哥 吕氏春秋等等 都有对桂花 都有对桂花的赞美 历代文人墨客对于桂花的诗词歌赋更是数不胜数 相信关于乎人墨客 相信关于桂花的神话传说吴刚伐贵的故事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相传月亮上有棵桂花树高500丈 乌刚因为学先的时候不遵守道规被罚到月亮中去砍伐桂树 但是这棵树它只要砍下去马上又长出来 因为这棵桂花树随坎随核总不能烦恼千万年过去了 吴刚还是得每日辛勤的伐术不止 而那棵神奇的桂树却依然如故生机勃勃 而每封中秋佳节花香四溢 也只有在中秋这一天 吴刚才能在树底下稍事休息 与人间共度团圆佳节 有个词叫做折桂 看字面意思的话就是折下一只桂花树的树枝的意思 但是它其实跟禅宫折桂都是金榜提名的意思 禅宫指的是月宫也就是月亮 刚才我们不还说神话传说月亮上有桂树 吴刚不是在那天天乏树吗 古代的时候课举考试正好是在秋天 也就正好是桂花开的时候 折就是折树之丹也有摘取的意思 古代的时候就把夺取桂冠比喻成折桂 禅宫折桂的出处是说进武帝的时候 他问他的大臣对自己的评价 那大臣说呢 我就像是月宫里的一段桂枝 昆文山上的一块宝玉 所以禅宫折桂就从这儿出来的 贾宝玉要去上学 林黛玉就跟他说 这一去可定是要禅宫折桂去了 就用的是这个词 因为月亮上有桂花树 因此月亮还得了几个带柜子的别名 比如桂月 桂公 桂轮 玉桂等等 总之 桂花从很多方面考虑 都是一棵不错的庭院树 如果刚好您有院子的话 又有位置 不妨栽一棵 之前也是有花友跟我推荐 但是我的院子本来就不大 又都被其他的树给占满了 这四季柜我就准备是养在盆里